我们说佛 就是接受佛陀的教育 目的何在 目的是要 臣菩萨臣佛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臣菩萨臣佛 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 六道轮回的问题解决了 四圣法界的问题解决了 真的救了 回归自信了 虽然回归自信 无名习气没断 暂时驻射暴徒 射暴徒里待多久呢 一般大臣经上讲 三个阿森奇迹 但是我们相信在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世界会大幅度的缩短 可能 一个阿森奇迹都不需要 你就能入妙觉尾了 这个好处 是弥陀加持的 弥陀怎么加持 我们现在夺的这个经 法大事院 第六 第平坚 四十八月 这四十八条 我们只要一往生到极乐世界 每一条都是我们自己 你这才晓得 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德有多大 有多么殊胜 其他宗派 法门 都没有这么殊胜 那是恩对恩对恩的 这个地方 只要我们真信 我们真的有愿 想去 问题就解决了 欧阅大师在药节里面 讲得好 能不能往生 决定在 信愿之有 我们有强烈的信心 强烈的愿望 往生尽头 这比什么都重要 那你决定得生 生到极乐世界 品位高下 那是你 念佛功夫的前身 前身不是多少 这个要注意 前身受破了 就是放下 你放下的多 你往生 平位就高 放下的少 往生 平位就低 就这么意思 功夫在放下了 不再执着了 不再分别了 身体住在这个世界 就像我们今天住旅馆一样 旅馆样样可以受用 但是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 你不会留念它 明天走了 干净利落 就离开了 你说这个多潇洒了 我们要学着离开六道轮回 离开搜破世界 就像我们旅游的时候 离开旅馆一样 那个平位就高了 所以 看破 很重要 看破 是智慧 放下 是功夫 看破 帮助你放下 放下 帮助你 看破 佛法的秘诀 就在此地 非常简单 从初发心 到如来地 就这么回事情 要勇敢的放下 不要托你 帮助你 放下之后 智慧就开了 你才晓得 放下的好处 放下的自在 不用了 点赞 好 我们也会 散